繼續要帶您關心的是涉嫌雙子星案的臺北市議員賴素儒 今天早上被醫生法院下午召開了何怡婷 決定是不是要交保還是會繼續羈押 而在庭上賴素儒則是哭訴表示自己沒有收惠 賴素儒在庭上流淚哭訴嘴角發白 還說自己拿的100萬並不是匯款 而是2012年的總統大選的後援會贊助款 並且強調檢方起訴都不是事實 他不認罪 而律師李宜光還引用最近紅仲秋案 說看守所的環境沒有比軍方的禁定式好到哪去 這也讓檢方痛批 為什麼要牽扯這一些無關的事情 至於賴素儒跟陳紅道是不是會交保還是延壓 還要等陳紅道開完停後才會有結果